57岁的男星徐亨已经在演艺圈发展了40多年,参演过《包青天》、《飞龙在天》、《夜市人生》等多部知名本土剧。 他在2006年凭借《易难忘》一句斩获金钟奖最佳男配角奖,然而在2012年因投资失败,欠下了两亿的巨战,宣告破产。 此后,疫情导致他的生活陷入困境,最近经常发表负面言论,甚至说出我已经过气了的消沉言论,令外界十分担忧。 然而,徐亨最新的近况近日也曝光了。 在3月26日,徐亨在脸书上分享了白沙屯妈祖绕境盛况,并写道,恭迎白沙屯妈祖圣敌,其助身体健康平安健康顺利。 荣幸参与林佐月大哥举办白沙屯妈祖绕境。 从照片上看,徐亨的状态看起来还不错,他对能够参与每年一度的白沙屯妈祖盛事感到非常感动,并用震撼,感动,赞叹形容了自己的心情。 实际上,徐亨过去12年一直在努力工作以偿还债务,然而疫情的影响让他的演艺事业不得不停摆两年,收入几乎为零。 最近,他也发文表示,为了生活,还有为了,我也要拼了老命,硬撑起初找工作,请为我加油好吗? 他收到了不少网友的鼓励信息,除了感谢之外,他也自嘲地说我已经过气了,但同时也表示,暂时尚未放弃演艺事业,我会拼了老命地认真努力走下去,如果真的走不通,那就改行吧。 明星赚钱快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现在许多明星在有了一定资产之后,本着赚更多钱的初衷, 会开始尝试着在演艺事业之外进行投资,也确实有成功的案例,许多艺人在副业的投资上收获颇丰,但艺人毕竟是艺人,所谓隔行如隔山,因为投资失利而破产的艺人同样不在少数, 因为电视剧《易难忘》的蔡浸泡一脚红极一时,还入围金钟奖最佳男配角的徐亨,就曾经因投资失败而赔进去实意。 徐亨出生于1966年11月29日,本名徐建宇,他曾以一名潜心活跃,是台湾的男演员,歌手和主持人。 他已参演民事剧集《易难忘》,而赢得了2006年第41届金钟奖最佳男配角奖。 徐亨一直以来对于自己的婚姻十分低调,结婚两年半并遇有一女的消息,一直没有对外公布。 有时即使是徐亨的老婆接电话,他也会对外称其为妹妹,直到他拍摄《易难忘》的时候才被媒体爆出,据悉。 当时徐亨趁着空闲时间出现在婴儿用品店,记者发现他一个人在店里东张西望,非常用心地挑选商品。 然而,他购买的是玉金、小手套等生活必需品,完全不像是送给别人的礼物,而更像是在为自己的小孩挑选用品。 随后,记者通过电话联系了徐亨,他有些惊讶,稍作沉默,思考着如何回答。 最终,他选择了诚实面对。 他坦言自己已经结婚两年半了。 妻子在2005年9月1日泰里台风来袭的那个夜晚顺利产下了一个女儿,取名徐子彤。 徐亨比妻子大14岁,对妻子的昵称是妹妹。 他说,我一直都很低调,为了避免曝光,连选医院都很小心。 在东森男人搞什么节目中,徐亨曾透露,他的妻子原本是他公司的员工,两人在一起工作了一年,第一次约会就得到了他的出业,但他却有两年拿不到薪水。 他是他专科毕业后的第一个老板,也是他人生中的第一个男朋友。 徐亨表示,妻子毕业后就来到了他的工作室上班,一开始他确实把他当作妹妹看待,因为妻子很乖巧,单纯,也很顾家。 结婚时,徐亨的工作处于最低谷,但妻子却毫无怨言。 回想起女儿在泰里台风夜出生的经历,徐亨至今仍心有余悸,他说, 我一直祈祷女儿不要在台风天出声,没想到竟在半夜十点多洋水破了,我当时正准备进棚拍戏,紧张到全身发抖。 吃了镇定剂后,我才送妻子去医院,然后请家人帮忙,自己赶去拍戏,徐亨对妻子的支持心怀感激。 他说,我妻子真的很了不起,我们公正结婚,没有拍婚纱照,更没有举办婚礼。 我当时负债累累,每天要赶三点的班,但他毫无怨言,贴心又顾家,让我专心工作,无后顾之忧,幸运的是。 徐亨终于在2006年,凭借连续剧《一难忘》中的蔡金泡一角,获得金钟奖最佳男配角。 事业也因此迎来巅峰。 电视剧播出后,徐亨所饰演的反派角色蔡金泡深入人心,其恶行程度可谓前所未有。 每次出场,观众都忍不住破口大骂,一些观众甚至特地打电话给制作单位,询问蔡金泡是否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还提供了各种奇怪的报复方式。 徐亨听到这些处罚招数后直呼头皮发麻,只能无奈地笑说,大家不要太入戏。 我现在出门,都很害怕会被盖不带,连我妈去市场买菜,都有人拜托我妈传话给我,叫我不要再害人了。 最后连妈妈都在问徐亨,你什么时候可以改邪归正?种种趣事令徐亨哭笑不得。 在演戏之余,徐亨一直对创办节目情有独钟,多年前曾和旧爱王美雪一起创办过一个节目, 但黯然收场,连感情都牺牲了,后来又因成立聚恒娱乐网投入了不少资金,但仍不见成效。 对此,徐亨很伤心地说道,我不焉不酒也不赌,唯独对做节目很有乐趣,却出人意料地一直赔钱, 甚至在2012年5月15日对外宣布因投资失利宣告破产。 后来徐亨回忆说,自己赔钱已经很多年了,连岳父岳母都把房子抵押给他, 他自己的房子也早已卖掉,一路沦落到无法维持生活。 曾经徐亨也有好几次想不开,但想到自己又没有保险金, 又会拖累家人,每次看到读书的女儿对着他笑,就无法再生出结束自己生命的想法。 此外,徐亨还透露,连女儿都说要拿自己存的红包帮他渡过难关, 他也曾后悔过,在以一难忘一句拿下金钟奖后, 许多电视台都找过他参演连续剧,但他一直忙着收集节目, 只临行客创了富余子和廉政英雄几个很少数的电视剧, 现在欠债之后手头没多少钱, 对此钱的做法更是痛心不已, 好在徐亨从未向地下钱庄借钱,而债主们也愿意给他从头再来的机会, 于是,徐亨便下定决心好好拍戏赚钱还债, 他终于认识到理想不能当饭吃, 以前失败的时候总想着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 只是没想到会失败这么多次。 后来有媒体问过他到底赔了多少, 徐亨几经犹豫之后说道, 这么多年算下来, 做生意投资至少赔了十亿之多, 听闻此金额, 众人砸舌不已, 徐亨也曾道歉说, 我失败了, 在这里跟所有亲友老友债权人说一声, 真的很抱歉, 现阶段我无力偿还, 但我会尽快回到工作岗位, 全力赚钱还给大家, 破产后, 徐亨认清了现实, 开始转行卖手打面, 与曾国成, 修杰凯, 蓝心梅被封为干半面界的三王以后, 不同于其他艺人的投资卖面, 他亲自卖面, 因此, 并没有投入资金, 对此, 徐亨自嘲说他没有老板命, 只适合做工, 为了为面时拍摄大眼短片, 他认真地和公司讨论剧本, 还亲自指导演员们跳舞, 在楼梯上狂奔, 徐亨直言自己压力很大很紧张, 总说就怕顾客们不喜欢, 与此同时, 徐亨重新出现在演艺圈, 开始接本土剧, 然而自从演出三立的泡载身后, 他又消失在荧幕中, 据传是因为欠下千万债务, 在拍戏期间, 有很多黑衣人到场关切, 这也让很多粉丝担忧, 直到一次受访时, 许久不见的徐亨才终于露面, 宣布其实是加入了新媒体大道成娱乐媒体集团, 他透露, 在网络新媒体正蓬勃发展的年代, 所有人都应该跟上时代的脚步, 更期待可以跟着大道成娱乐媒体 一起开创人生的第二春, 除此之外, 消失荧幕前许久的徐亨, 近日拍摄了一组手游广告, 网友惊讶, 他整个人暴瘦到变了个样, 完全认不出, 与昔日意气风发的腹态模样落差颇大, 只见他一身西装打扮, 带着两名小弟踢馆, 举手投足, 近现大哥气势, 然而镜头一拉近, 可以清楚看到他不仅双脚凹陷, 脸上还多了好几道皱纹, 网友被他明显消瘦的身形吓到, 纷纷留言徐亨怎么突然报寿又报老, 发生什么事了, 他才54岁, 这种受法不大正常, 徐亨大哥怎么瘦了这么多, 演泡仔生的时候还很富态呢, 对此, 其实徐亨早在之前, 就曾在自己的个人社交账号上透露, 好久没拍戏的他, 为了把握住每一个能演出的机会, 才努力瘦身至70公斤左右, 希望自己能以最好的体态和精神重返荧幕, 与此同时, 他也不忘为自己加油, 告诉自己一定要努力再努力, 等待重返戏剧舞台的那天, 近来徐亨在拍摄, 由文中华担任制作人的短剧, 老大于总裁, 这部剧的主要内容是恶搞过去经典的八点档桥段, 并睽違十几年在线, 一难忘, 中的蔡进泡一角, 除了他之外, 还包括香港演员张剑生, 李亮景, 韩宇恩, 黄轩等都将以每集六分钟的形式, 在短剧中出现, 多年以后, 徐亨回想起自己投资失利的经历时, 常常勉励他人, 说人可以失败, 但不能失去信心, 他还透露现在妻子时常鼓励他努力工作, 他坦言, 我还能找谁呢, 谁还敢要我, 有人要我就不错了, 妻子每天都鞭策我, 要我尽力而为, 自立自强, 永不放弃, 然而, 徐亨之所以能够从低谷中走出来, 他妻子的陪伴功不可没, 听闻徐亨如此坦然的乐观态度, 好友林在培也称赞他为真爷们, 并笑说如果是他, 早就出国躲风头了, 对于女儿, 一向开明的徐亨也表示, 他对女儿的教育持着快乐学习成长的态度, 从不给予压力, 相反, 女儿会自己严格要求自己, 提到女儿恋爱的话题, 徐亨笑颜, 我跟他说, 35岁以前都不要交男朋友, 听到这话的记者纷纷表示他太保守了, 对比徐亨的遭遇, 实际上大多数人的生活要好得多, 常言道, 再大的困难都不用害怕, 只要人还在就一定能扭转局面, 这句话放到徐亨的身上再合适不过了, 实意, 对许多人来说是一个难以想象的数字, 然而徐亨凭着坚强的意志硬生生地走了出来, 现在生活也过得不错, 可能只有经历过风雨飘摇之后, 才能领悟人生的真谛, 只要认真反思, 相信一切都不会太晚, 希望徐亨能继续积极工作, 赚钱养家, 也祝愿他生活稳定, 不再盲目投资,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有何感想或建议, 欢迎在下方留言, 如果喜欢本频道, 请别忘了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感谢观看